你想去投資中國的AI 你的錢都不能進去嗎 對 人跟錢都不能進去 所以那402億美金也要全部撤掉 半導這麼狠 我在進中國相關的半導體技術 AI技術 只有一個人敢去擁抱中國 就特質了 中國政府還特別表揚說 她媽媽的精神非常好 大家捧著錢去追捧 馬斯克她媽媽 你說 她說是現代女性的這個典範 搞白就故意統戰嗎 不是 剛才講的 中國現在這個狀況 跟中美貿易大戰 也就是霸權戰爭有非常密切的關係 之前我們看到了 拜登已經把你的生產力給逼走了 你的生產力逼走了 你的工作機會逼走了 你的工作機會逼走了 你的收入變少了 消費能力就變少了 可是現在不只在硬體上面 拜登還沒有放過中國 他現在又有新的測試出來了 這個新的就是 你現在美國企業 你要投資中國大陸的AI 你全部要給我寫報告 而且你不准去了 對 而且這一次其實不只是硬體 是軟體 而且未來10年的競爭力 都要被限制 這一次公布的是 從年底要10是什麼 要對中國 美國企業或美國公民 包括持有綠卡的人 都不可以投資 中國的什麼東西 不是硬體而已 有半導體這些 而是AI跟量子電腦 都不准投資 你說我是一個台灣人 然後我有美國的綠卡 我也不能投資中國 所以這次就可以想像說 上一次的長江儲存的 一大堆的台積電的高管或美國人 有幾百個美國人一次都從長江儲存 離職的事情也會發生 因為美國有很多人都是在中國投資 AI相關的 根據美國喬盛頓大學的統計 現在光 2015年到2021年6年 有167個美國人投資400多億美金 投資中國的AI跟量子電腦 所以這些人可能在這些禁令之前 就像當年台積電一樣 有很多的退休六騎士 其中有三個人 研發六騎士有三個人 都在中國工作 所以這些人會馬上 美國頒布禁令之後 就會馬上從中國離職 所以我不是說 有跟AI有關的晶片你不能去 跟AI有關的技術不能去 你不是生產AI的所謂的設備 你不能去 你現在你想去投資中國的AI 你的錢都不能進去了 人跟錢都不能進去 所以那402億美金也要全部撤掉 半導這麼快 而且如果這次還涵蓋什麼 涵蓋中國大陸跟港澳地區 如果把香港列進去的話 你投資中國的AI技術跟量子技術 那包括在香港上市的中國公司 如果包括的話 所有投資在中國資金 例如像百度 阿里巴巴 這些都有AI啊 也符合這個規定啊 所以也必須要撤資 所以這次是很狠 是資金跟技術都要撤資 所以拜登真的是一步一步的來 一開始剛剛講的 你是很多的 美國生產的元件不能去 後來我就是盟國的 像SBO這些都不能去 接下來剛剛講的 我現在是連 還有是人不能去 現在是連資金都不能去了 如果還把香港航空在裡面的話 我們可以講 一家公司可以講出來 像中國現在無人技很有名 烏克蘭戰場無人技很有名 大疆就是在香港科技大學誕生的 如果把它限制在裡面的話 那大疆也代表以後香港 是沒有辦法產生這樣的公司出來的 AI相關的 而且更敏感的更有趣的是 這一次美國財政部的官員還點名 可能用在軍事用途的AI定位跟追蹤系統 這些美國都不能去 因為會用在軍事系統 那很敏感的事情是什麼 有一家公司 剛剛獲得中國政府允許 可以在上海的路上 測試無人自駕系統 是這個禮拜 這禮拜才開始在上路 其實這非常敏感的事情 因為很多的自駕公司都想去測試FSD 可是如果讓它上路的話 那代表什麼 它在街道上 也可以收集到很多的資訊 包括地理資訊 包括道路的資訊 而且很多的衛星通訊 大量的圖片 都傳在AI系統裡面 可是特斯拉 既然獲得中國 准許 可以在上海 還有杭州地區 測試FSD 代表中國是全力的在挺它 可是從拜登的眼裡 就看到另外一件事情了 我在進中國相關的半導體技術 AI技術 只有一個人敢去擁抱中國 就是特斯拉 要講的 伊隆馬斯克在美國 他也是都跟拜登對著幹的 對 你看美國 他從今年年初開始談什麼你知道嗎 我覺得拜登這個人一定輸定了 所以我要遠離拜登這個人 甚至還傳出說 馬斯克要去金援川普 因為馬斯克的錢很多 一旦他去金援川普 馬上就要倒過來 甚至還做了一件事情是 拜登在 懲罰中國的電動車的關稅的時候 伊隆馬斯克又跟著唱反調說 你這樣做 你根本一點用也沒有 所以拜登不管做什麼 他就跟他唱反調 而且同時中國 把馬斯克又捧得很高 他媽媽2020年出了自傳 你知道最近發生了什麼事情嗎 變成中國暢銷書的第一名 而且中國政府還特別表揚說 他媽媽的精神非常好 現在變成什麼 大家捧著錢去追捧 馬斯克他媽媽 比如說伊隆馬斯克的媽媽 在2020年寫了一本書 經過了4年 2024年 居然是銷售排行榜的第一名 他不但是銷售排行榜的第一名 還是中國網站 中國的媒體 大幅吹捧著對象 他說是現代女性的這個典範 搞不好根本就故意統戰 還不只是這樣 還捧著大把的鈔票 要他來代言智慧型手機 甚至第一個AI手機可能有他代言 還有什麼翻譯筆 還有很多人都要找他代言 變成是中國的一個典範 力捧的一個明星 你可以看得出來 所以我要拍伊隆馬斯克的馬屁 我就拍到他媽媽身上了 變成他是一個超紅人 而且拜登就變成 拜登只要看到這個就更加的生氣 所以你看這次財政部裡面 特別點名是什麼 跟衛星科技定位有關的 擺明就是AI技術在自駕系統上 所以目標很明顯 如果誰站在中國這邊 拜登第一個對付的就是誰 他可能對付他嗎 有可能對付伊隆馬斯克嗎 對 如果按照這個法令通過的話 那誰以後才敢支持中國AI 如果這個法令的話 就大家都要撤出 那伊隆馬斯克就變成是第一個 必須要撤出美國的人 我們剛剛講講 中國要打一個人的時候 無所不用其極 中國要捧一個人的時候 也是無所不用其極 這時候我覺得最妙的是 剛剛講講 他現在需要伊隆馬斯克的AI技術的時候 居然去大力的 去吹捧他媽媽 為什麼最近中國會批准他 在上海落地所謂FSD呢 自駕車 因為中國想要這個技術嘛 中國目前為止 我跟大家講 中國目前為止來說 他們的FSD呢 技術是遠遠落後 給伊隆馬斯克的特斯拉 所以他當然就允許他 好 我允許你 我的電池我已經模仿了 對 沒錯 我的電機我也模仿了 我現在跟你插在哪裡 插那個中控面板 插這個所謂的自駕系統 也就是說你看他又落到所謂 過去一段時間 他被養套殺的命運嘛 過去他不是到上海去開工廠嗎 開了之後 中國又學你的東西了之後 反擊你 現在又用一樣模式 又要套住你了 就說你來你來 因為他前一陣子跟這個中國說 他想要這個落地FSD嘛 他想要用自駕車擺脫他電動車 賣得不好的這個陰影嘛 那他OK 中國就允許他 而且中國這次真的破天荒喔 因為聽說還會允許他說把數據可以傳回到這個美國去 就是你得到的部分東西 那就是擺明就是要捧你 要你的FSD 你的這些東西 我們要知道絕對的核心的東西 我們中國要嘛 那伊隆馬斯克都同意了 伊隆馬斯克目前為止 至少他是真的可以落地啦 那落地來說的話 搞不好越弄越久的時候 搞不好就會被他這個 這個載助學習他們的FSD 其實今天我們現在踩這個西部的世界 最能夠吸引我的目光 等我們看到他會變 我真的不可思議是 這麼大的一個飛行器從天而降 就讓兩根筷子把它給夾住了 本來看如果柯文總是人為神棍的話 這個就是人造神機了 為什麼 因為你要想想看這有多難 這比火雲學神用筷子夾住子彈的機率 還來得低得非常非常多 因為他等於是說 我從發射火箭上面有一個載體 而發射出去之後 我下面的噴射器 下面的火箭體 他還幹嘛原地回收寶靜哥 就你現在看到的畫面 等於是這個火箭 他已經把他的載體物往上送完之後 然後原地返還 返還之後就算了 你想想看 慢慢的 他用這種向量噴嘴的方式 調整他的角度 調整他的位置 然後剛好配著兩個像是筷子一樣 硬身就把它夾住 寶靜哥你知道嗎 這個最厲害 最神奇的地方在哪裡嗎 夾住他的 你覺得他是用什麼在製造 是不是 你以為是上面那個四個 很像是我們講的 什麼衛星天線的東西嗎 不是嗎 不是喔 他就用了 非常非常小 來 寶靜哥就這個 就這麼小 就這麼小 兩邊各一個 剛好就這樣 卡在筷子上 就這樣一個小小的吊耳 撐住他高達250噸的重量 所以寶靜想想看 他吊耳有沒有相對應的溝槽 有耶 他是剛好噴上去之後 從天而降 然後你看 就這麼剛好精準對到 這個溝槽 就直接給他勾到 不是 這樣我就懂了 因為它要很小 它的力矩才夠大 力矩才夠大 我才可以有這樣的動能 才可以把它給支撐住 可是你要這麼小 代表你的控制要多精準 對 所以你仔細看 再觀察一次 第一個 這個星劍的大小 它其實有一個人為的對比圖 我們對比一下 你就知道這個星劍 我們講的到底量體有多大 一個工人這樣直接走過去 走過去之後你會發現 那整個星劍有如像是摩天大樓 來 你看還沒放完 再放大 你可以再遠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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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就知道 已經完全看不到了 對 這麼大的東西 這麼小的我們講的勾嘴 剛好把它勾到 再來第二件事情 它總共是怎麼樣 完成它的任務 放在架子上的 它總共有32個引擎盆嘴 換言之 它在最後面要下來那個階段 它從側面圖的時候 你看得更清楚 這邊點我 這邊不點我 這邊點我 這邊不點我 開始有沒有 它在微調它的角度 慢慢調整 慢慢調整 所以用斜斜的方式回歸 然後校正回歸之後 馬上直接放在上面去 所以你看 這個噴嘴是可以移動的 它是向量噴嘴 換言之 它的動能不只是往上而已 它本來設計的時候 就是讓你可以我們講 前後去施展它的硬力 讓它的方向得以調整 所以你看最後面 我再看你 不是很懷孕嗎 還是先斜的 斜的時候慢慢放亮 放亮 放亮有沒有 就左邊噴 然後右面校正之後呢 開始直接 就這樣原地應聲下去 但你知道這個最可怕的哪裡嗎 它不是只可以做一次這樣子 哇塞哥 它可以從不習用 我要未來每一次都可以這樣 我可以把無數的衛星 在第一天 在同一個時間 送三個 四個 五個 送到外來空去 那你想想看 這會不會是人類的壯舉 你知道 剛剛聽完小平那一段以後 我覺得 我們節目要洗乾淨一點 剛才講我們現在講 本來要做SpaceX 我真的覺得這個真的是 太偉大了 你看到那個真的 你能夠原地回收 也就算了 它現在SpaceX的這個 放到太空回收的這個太空船 對 它居然可以回到它的架子上面 對沒錯 我們看到這個是歷史性的畫面 這是什麼意思呢 這是SpaceX它的這個 火箭推進器能夠從空中回收回來 你看它最後一段時間 裡面說 它真的就回到 那個原本的這個架子上 那這個架子 他們SpaceX就這樣勾住了 對 他們形容是說 他用筷子把它夾住 用兩個這個筷子 這個筷子每一個廠 大概是十幾公尺的這個狀況 然後那個引擎推進器 大概廠有71公尺 所以它其實是一個 非常重要的重的東西 然後從空中這樣回來 好 那這是道理 這一次的SpaceX 終於完成了 整個回收這個重型火箭的 這個推進器 那男生第一個是 你底下有這麼大的一個重力 重力的時候 兩個棍子可以幫你夾住 還有一個就是 我們曾經講過 你現在回收非常難 之前講說你回收在一個區域裡面 你回收在一個足球場 大小的平台上面 那個你的操控能力 就已經非常非常難了 現在更可怕的是 你就回到一個定點上 對 為什麼引擎馬斯克要做這個呢 因為SpaceX這一次 它其實發射的是SpaceX SpaceX是什麼呢 它其實是一個重型的太空船 它未來是準備要這樣 就類似這樣 它準備要發射到哪裡 它準備要載人到火星去 所以它現在要測試是怎樣 測試我能夠飛上去 那飛上去的時候 因為我需要測試非常多次 所以這個 這個所謂火星件呢 能夠推上去 但是上面下面那個火箭呢 我要能夠回收 不然以後呢 保潔你知道嗎 這個一個火箭呢 造價好幾千萬美金 如果每次都要回收的話 那每次都要這個 不能夠重複使用的話 那真的太貴了 所以這一次你看 它是上面呢 先用推著這個SpaceX上去之後 它SpaceX已經往外飛出去了 然後它這個火箭呢 過去都直接掉下來 但是它沒有掉下來 它就開始逗退路的這個方式 然後開始慢慢慢慢慢慢的下降 下降下降下降 等於是怎麼樣 它在太空中呢 它已經非常快要到太空中 然後回到地球 那回到地球的時候 就類似這樣 它在太空中要回到 類似已經是非常小的這個位置 它能夠對得非常準 然後回到這個地方 那回到這個地方之後 以後怎麼樣呢 因為它這個所謂引擎推進器呢 它就可以重複使用 它可以使用10次 20次30次都可以重複使用 下一次它就可以再用 這個所謂火箭推進器呢 再來使用一次 那為什麼它要做這個實驗 很簡單保留跟它講 因為它為了未來能夠到 這個太空去 因為假設 我可以把這一套系統 我把它放到火星上面 我可以放到月球上面的時候 也可以定位 對我可以發射出來之後 我可以重複使用 發射出去之後 然後它可以再回去 以後我就可以定期發射回來 定期回來地球 定期回來火箭 這個月球 所以它等於這個意思是說 未來我可以放在當地 這個不論是火星 或是月球上面 我可以在那邊發射火 所以這就是 為什麼這個實驗非常重要 就是它未來可以證明說 假設都可以重複使用的話 我可以重複在月球使用 我可以重複在這個火星使用 這是一個人類非常重要的里程碑 郭誠 剛剛講的 中國現在這個狀況 跟中美貿易大戰 也就是在霸權戰爭 有非常密切的關係 之前我們看到了 拜登已經把你的生產力給逼走了 你的生產力逼走了 你的工作機會逼走了 工作機會逼走了 你的收入變少了 消費能力就變少了 可是現在不只在硬體上面 拜登還沒有放過中國 他現在又有新的測試出來了 這個新的就是 你現在美國企業 你要投資中國大陸的AI 你全部要給我寫報告 而且你不准去了 對 而且這一次 其實不只是硬體 是軟體 而且未來十年的競爭力 都要被限制 這一次公布的是 從年底要實施什麼 要對中國 美國企業或美國公民 包括持有綠卡的人 都不可以投資中國的什麼東西 不是硬體而已 有半導體這些 而是AI跟量子電腦 都不准投資 你說我是一個台灣人 然後我有美國的綠卡 我也不能投資中國 所以這次就可以想像說 上一次的長江儲存的 一大堆的台積電的高管 或美國人有幾百個美國人 一次都從長江儲存 離職的事情也會發生 因為美國有很多人 都是在中國投資AI相關的 根據美國喬成頓大學的統計 現在光 2015年到2021年 6年有167個美國人 投資400多億美金 投資中國的AI跟量子電腦 所以這些人 可能在這些禁令之前 就像當年台積電一樣 有很多的退休674 其中有三個人 研發六七四 有三個人都在中國工作 所以這些人會馬上 美國頒布禁令之後 就會馬上從中國離職 所以我不是說 有跟AI有關的晶片 你不能去 跟AI有關的技術不能去 你不是生產AI的 這個所謂的設備 你不能去 你現在 你想去投資中國的AI 你的錢都不能進去了 人跟錢都不能進去 所以那402億美金 也要全部撤掉 班頭這麼狠 而且如果 這次還涵蓋什麼 涵蓋中國大陸跟港澳地區 如果把香港列進去的話 你投資中國的AI技術 跟量子技術 那包不包掛 在香港上市的中國公司 如果包掛的話 所有投資在中國資金 例如像百度 阿里巴巴 這些都有AI 也符合這個規定 所以也必須要撤資 所以這次是狠狠 資金跟技術都要撤資 所以拜登真的是一步一步的來 一開始剛剛講的 你是很多的 美國生產的元件不能去 後來我就是盟國的 像SBO這些都不能去 接下來剛剛講的 我現在是連 還有是人不能去 現在是連資金都不能去了 如果還把香港航在裡面的話 我們可以講一家公司可以講出來 像中國現在無人機很有名 烏克蘭戰場 無人機很有名 大疆 就是在香港科技大學誕生的 如果把它限制在裡面的話 那大疆也代表以後 香港是沒有辦法產生 這樣的公司出來的 AI相關 而且更敏感更有趣的是 這一次財政部 美國財政部的官員還點名 可能用在軍事用途的AI 定位跟追蹤系統 這些都可能美國都不能去 因為會用在軍事系統 那很敏感的事情是什麼 有一家公司 剛剛獲得中國政府允許 可以在上海的路上 測試無人自駕系統 誰 測試他 這禮拜才開始在上路 其實這非常敏感的事情 因為很多的自駕公司 都想去設施FSD 可是如果讓他上路的話 那代表什麼 他在街道上 也可以收集到很多的資訊 包括地理資訊 包括道路的資訊 而且很多的衛星通訊 大量的圖片都傳在AI系統裡面 可是特斯拉 既然獲得中國 準許 可以在上海 還有杭州地區 測試FSD 代表中國是全力的在挺他 可是從拜登的眼裡 就看到另外一件事情了 我在進中國相關的半導體技術 AI技術 只有一個人敢去擁抱中國 就是特斯拉 因為 要講的 伊隆馬斯克在美國 他也是都跟拜登對著幹的 對 你看美國 他從今年年初開始 談什麼你知道嗎 我覺得拜登這個人一定輸定了 所以我要遠離拜登這個人 甚至還傳出說 馬斯克要去金援川普 因為馬斯克的錢很多 一旦他去金援川普 馬上就要倒過來 甚至還做了一件事情是 拜登在 懲罰中國的電動車的關稅的時候 伊隆馬斯克又跟著唱反調說 你這樣做 你根本一點用也沒有 所以拜登不管做什麼 他就跟他唱反調 而且同時中國 把馬斯克又捧得很高 他媽媽2020年出了自傳 你知道最近發生了什麼事情嗎 變成中國暢銷書的第一名 而且中國政府還特別表揚說 他媽媽的精神非常好 現在變成什麼 大家捧著錢去追捧 馬斯克他媽媽 你說伊隆馬斯克的媽媽 在2020年寫了一本書 經過了4年 2024年 居然是銷售排行榜的第一名 他不但是銷售排行榜的第一名 還是中國網站中國的媒體 大幅吹捧著對象 他說是現代女性的這個典範 搞了拜登根本就故意統戰嘛 還不只是這樣啊 還捧著大把的鈔票 要他來代言智慧型手機 甚至第一個AI手機可能由他代言 還有什麼翻譯筆 還有很多的都要找他代言 變成是中國的一個典範 力捧的一個明星 你可以看得出來拜登 所以我要拍伊隆馬斯克的馬屁 我就拍到他媽媽身上了 對變成他是一個超紅人 而且拜登就變成 拜登只要看到這個就更加的生氣 所以你看這次財政部裡面 特別點名是什麼 跟衛星科技定位有關的 擺明就是AI技術在自駕系統上 所以目標很明顯 如果誰站在中國這邊 拜登第一個對付的就是誰 他可能對付他嗎 有可能對付伊隆馬斯克嗎 對如果按照這個法令通過的話 那誰以後才敢支持中國AI 如果這個法令的話 就大家都要撤出 那伊隆馬斯克就變成是 第一個必須要撤出美國的人 我們剛才講的 中國要打一個人的時候 無所不用其極 中國要捧一個人的時候 也是無所不用其極 這時候我覺得最妙的是 剛才講的 他現在需要伊隆馬斯克的 AI技術的時候 居然去大力的去吹捧他媽媽 為什麼最近中國會批准他 在上海落地所FSD呢 自駕車 因為中國想要這個技術嘛 中國目前為止我跟大家講 中國目前為止來說 他們的FSD呢 技術是遠遠落後 給伊隆馬斯克的特斯拉 所以他當然就允許他 好 我允許你 我的電池我已經模仿了 對 沒錯 我的電機我也模仿了 是的 我現在跟你插在哪裡 插那個中控面板 插這個所謂的自駕系統 也就是說你看 他又落到所謂過去一段時間 他被養套殺的命運嘛 過去他不是到上海去開工廠嗎 開了之後 中國又學你的東西了之後反擊你 現在又用一樣模式 又要套住你了 就說你來 因為他前一陣子跟這個中國說 他想要這個落地FSD嘛 他想要用自駕車擺脫他電容車 賣得不好的這個陰影嘛 那他OK 中國就允許他 而且中國這次真的破天荒 因為聽說還會允許他說 把數據可以傳回到美國去 就是你得到的部分東西 那就是擺明就是要捧你 要你的FSD 你的這些東西 我們要知道絕對的核心的東西 我們中國要嘛 那伊隆馬斯克都同意了 伊隆馬斯克目前為止 至少他是真的可以落地 那落地來說的話 搞不好越弄越久的時候 搞不好就會被他這個 這個載助學習他們的FSD 我們知道過去在電動車 這個領域裡面 伊隆馬斯克的特斯拉是獨霸天下 而且他曾經是全世界市值 第一大的公司他自己是上造的一個財富 可是沒有想到現在 包括紐約時報居然講 現在特斯拉還沒有漲大就老了 對 沒錯 像今年以來的話 特斯拉真的相當相當落寞 我們最近美股不是說創新高嗎 他是反向往下跌 他今年跌了兩二十幾% 而且他跌破前十了 而且他目前為止來說 市值叫最高點已經腰斬了 所以大家想說 特斯拉你怎麼回事啊 所以華爾街才給他一個註解 叫做還沒漲大 就已經老了 他去年還是屬下無敵 對 怎麼才半年的時間就沒了 對 而且現在人家認為說 他不只可能打不贏比亞迪 他搞不好還會連 BMW他都會輸 那為什麼美國會這樣說 我們如果用去年的這個 整個出貨量 他的這個特斯拉還是出貨第一名 他出了180萬兩全世界 但他成長率只有40%左右 但是你看到BMW 他這個晚進來的這個後進者 他已經成長了75% 他的電動車成長的系數 所以說他的成長性都壓過了特斯拉 成長動能 對 而且 特斯拉成長動能都沒了 而且很簡單 因為我們就講 美國人有一個壞習慣就是 反正我要攻略全市場 我就壓低成本 伊隆馬斯克就陷入了跟 柏欣一模一樣的這個局面 我要壓低成本之後 怎麼樣 開始外包 所以以前工廠在美國對不對 那現在到這個柏林去 然後到這個上海去 然後設了之後 我電池要降低成本 怎麼做呢 以前我會自己研發電池 交給外面去代工對不對 現在不是 我就直接跟 您等個時代買就好 跟BRD買就好了嘛 那我以前 直接買便宜電池 那我以前 我的軟體我有特別的 我可以自己的這個CPU 沒有 現在就跟NVIDIA買就好啦 所以寶姊 我問你 那你這個車 跟中國的車有什麼兩樣 沒有 中國車也是用這個BRD 或是用這個寧德時代的電池 我也是買NVIDIA的晶片 BMW人家也是買NVIDIA晶片 人家也是買寧德時代的電池 請問你有什麼不一樣 那你做的殼會比較好看嗎 人家BMW有更好的工廠 它那麼大的所謂的一般的車 我把它改一改 弄到這個車殼來 哇 成本可不可以降的幣更低啊 你以前曾經講過這個 特斯拉最強的 它就是它的中控裝置 也就是加上它有非常好的 電池管理的這個晶片 它有非常好的中控 那這個是它獨門設計的 獨門設計很少很難被人家跨越 可是沒有想到NVIDIA進來了以後 進到了AI的時代之後 整個特斯拉就被直接跨越了 對 除非說你在未來自駕車 它自駕車還是領先 問題是現在自駕車沒有出來 所以它根本毫無發揮的空間 你要降低成本的時候 你絕對打不過這些傳統車商 所以現在你就陷入這個麻煩 所以為什麼華爾街日報會說 這個BMW搞不好呢 人家可以打你 因為BMW也是用一樣方式啊 他以前自己做電池 他現在好 我不做了 我也是跟寧德時代買 買寧德時代就好啦 那買寧德時代之外 他還做什麼呢 他說我們為了要讓電池不一樣 我們還有一個研發團隊在研發電池 所以你知道事實上 他們做出反而做出跟特斯拉不一樣的 好 那我跟他講最慘的是什麼 他現在在中國陷入泥鬧啊 為什麼 我們知道中國現在車廠 不是大夫婦的這個殺價嗎 你知道比亞迪做了一件事 比亞迪他有一個電比油低的這個價格 為什麼 因為我們怎樣 一般的如果同款車來說的話 油電的車 電價的車 應該比這個油車要貴對不對 他現在就直接把它降價 同樣一款 同樣一款琴Plus 他有這個所謂的燃油版 他有所謂的電動版 他把電動版的價格降得比燃油版更低 那怎樣 他就是給你殺價 一台車 你知道 新台幣大概30.5萬 那這樣一台車 電動版30.5萬 你覺得競爭力強不強 你特斯拉還那麼貴 結果特斯拉怎麼辦 他只好降價 那今年在中國已經降 降 降來降 他這個光是三月就降了 就降價 降了什麼 把這個Model Y 你看每一次都這樣 7800啦 然後9000啦 1萬多人民幣這樣降 他今年已經降了好幾次 中國降 我就跟著降 所以現在等於是他在中國市場陷入很大的麻煩 他一降就是5萬塊降掉了 對 那就一直降 一直降 一直降 所以你知道 這變成是惡性循環 那你殺得過中國那些車廠 不會啊 中國車廠比你更便宜啊 所以他殺來殺去來說 對他來講 陷入一個空前絕後的麻煩的窘境了 所以特斯拉才半年的時間 就這樣子豬羊變瘦 對 沒錯 你看以前的時候 他等於是這個person of the year 但是現在他已經相當相當的糟糕 那為什麼 我們就很簡單 因為他當時2015年的時候 他準備要去中國設廠的時候 中國馬上就說來來來 你來 2017年就把你 中國在這個上海這個地方的 這個所謂南匯新城的這個工業區 弄了一塊很大的土地給他 然後你在那邊設廠之後 寶劫人 無形之中 你為了貪圖中國市場 然後你在這邊蓋廠之後 你把很多的關鍵技術慢慢到這邊來了 幫他們訓練工人 幫他們訓練相關的know how之後 他們就出去到外面去創業怎樣這樣之後 把你的很多know how都弄出去之後 他們可以反向過來打你嘛 所以現在變成說 你看他的成長的這個狀況來說 因為他跟中國綁得太深之後了 他現在反而是離不開中國 所以現在當時 寄望中國市場 進到中國市場 進到中國市場 不得不把自己的技術 證著你要去發展當地的產業鏈 現在剛剛講的包括蘋果 包括特斯拉 都被反噬了 他們兩個都是陷入一模一樣的局面 那為了將近成本 為了要討好當地成本 我很多就開始外包 所以為什麼他後來電子 都會給寧德時代 很多東西會給比亞迪 就是這樣啊 但問題是你這樣反而是讓對手 對手跟你互相競爭 結果你還下給我一筆肥丹 所以他無形之中養大的這些對手之後 現在反過來打你 跟蘋果一模一樣 但是蘋果現在已經懂得 我現在要往這個AI發展 他現在說我要跟這個Google合作 雖然搞不好可以往AI去 但如果你是伊隆馬斯克 沒有嗎 沒有這樣 目前我只沒辦法踏出這一步 所以才跟你說嘛 因為你三個主要的東西 第一個剛剛講的 你的電池 你的所謂的電機 對 包括你的中控的電腦 對 你都沒有優勢了 你會做得比中國大王更便宜嗎 反正我只要有NVIDIA的晶片 然後我要有這個寧德時代 或是說這個比亞迪的電池 我也可以做電動車 那請問你特斯拉還剩下什麼 董事長 我很喜歡布袋希一句話 就是 洗手錄機 健康沒有切 但是沒有想到特斯拉這個變化 也太大了吧 特斯拉做了一個 對中國做了一個非常重要的事情 就是到了中國大陸 去上海設廠 上海之後創造一個什麼東西 叫特斯拉供應鏈 特斯拉供應鏈創造出來之後 除了你剛剛講的軟體這個部分以外 其他的各個硬體部分 對 變成每一個中國的EV 電動車的生產製造的標準 它創造一個工業標準 就大量的開始 中國的開始降低成本 國家補貼 你看那比亞迪變世界第一 等都有很多的 特斯拉的輔鑿的這種痕跡跟影子 對不對 看起來是一個非常大的 那現在到底是發生什麼事情呢 就變成說 還沒有 還沒有 大就已經變老了 還沒長大就老了 問題是出在什麼地方 當然就出在電池上面 因為電池是根本問題 對 當然我跟世聰討論過這個問題 因為電池現在 林德時代全球第一對不對 施貸率好像超過50% 對 然後第二名就是比亞迪 然後還有一家 還有韓國一家嘛 好像有 ALG這種故事 對 可是特斯拉的這個電池 也是好像也 像林德時代 也是買的 林德時代買的 但林德時代這個電池到目前來講 能不能夠完全符合市場的需求 其實還不行嘛 因為它的整個總的 它的意外 發生意外的比率 太高 還是燒火爆炸 還是人家存在的 另外一個 它的這個車程的這種 最長的這個公里數來講的話 大概還是在四五百公里而已嘛 那四五百公里的情況之下 造成台灣感覺不出來的怎麼樣 包括 你想想看 一個在中國大陸或是美國 它一個車程 它要開始到開車出去的話 可能是兩三天 對 跨州旅行的話 你這個四五百公里 是沒有辦法應付的 那怎麼辦 而且你不見得有辦法 能夠找到地方充電 對 所以在這種情況之下 你這個特斯拉或是電動車 在這個整個的架 在全面普及化的情況之下 有太多先天的困難 造成它很多困難 所以會變成另外一種東西 興起 變成電動車跟這個所謂的 這個叫什麼 油電混合 油電混合 那這一方面來講的話 有些關鍵材料的科技技術 中國大陸是被封鎖的對象 所以這個才是下一輪的戰爭 才會真正觸動的電動車的 這個全世界的這個競賽 我們知道伊羅馬斯克的特斯拉 一直是美國科技業的領頭羊 可是沒有想到 這一次美國股市大漲 跟特斯拉一點關係都沒有 而且我們看到 美國所有的財經媒體 全部形容特斯拉都是負貧 都覺得它最美好的時代 已經過去了 而且還碰到說 它來到一個岔路口 而這個岔路口 它碰到的是 噩夢般的情境 為什麼它會碰到 噩夢般的情境 因為它現在已經出現到 很多如狼似虎的對手 這些如狼似虎的對手 都來自中國 至於我們講不是比亞迪 比亞迪現在 它整個營業額 甚至它整個銷售量 都已經可以比特斯拉 還要來得多 就沒有想到 現在不但是比亞迪 不要說是理想 現在連小米 小米都可以做汽車 小米為什麼可以做汽車 因為特斯拉到了中國設廠 它符合中國的要求 它要在中國打造一個 完整的電動車供應鏈 沒有想到當這個電動車供應鏈 起來完成之後 所有人都可以做電動車 所有人這個電動車 做了以後 比你更便宜 比你更有效率 所以是時候 現在有人講說 特斯拉碰到中國的怪獸兵團 而這個怪獸兵團 現在四面包八方的 烈殺特斯拉 沒錯 抱歉 那過去一段時間 美股在上漲的時候 人家有說叫美股七雄 這裡面來說的話 特斯拉也曾經是七雄之一 就是美國的最 市值最大的前七家公司 構成美股七雄 給保證聽到 他現在掉到哪裡去 大小姐 他現在已經掉到15名了 他已經不是七雄 他已經掉到非常後面了 等一下 你不要說七雄沒有 對 八九十都沒有 他已經掉了非常多 那這一段時間 美股大漲 他是完全蠟對 他身材反向下跌 大家都往上漲 他從200塊來抵到170 所以大家覺得 為什麼他對他非常非常的看招嗎 因為他人家就說 他自己作鹼制服 自己害了他自己 你用作鹼制服來行動他 因為他想要中國市場 他當年2020年 要到2019年 要去中國的時候 當時他就說 我一定要去中國 很多人都確實說 他不要 你最好不要去 但他還是要去了 而且他去的時候 中國當時給他的條件很簡單 你來這邊設廠 我們工廠都會給你 條件只有一個 你要在這邊 供應鏈 你要設法用我們中國的供應鏈 電池 以前他不是用中國電池 都用台灣的 以前他是用日本的電池 還有用台灣的供應鏈 日本他可能用松下 用LG 台灣什麼富田精密一大堆 他說你都不要用 你現在用我們中國的供應鏈 好結果他去了 他去了就是 中國那麼歡迎我 所以他有一度很 覺得中國很棒啊對不對 結果被他開始設置 他現在遭到反噬 那些供應鏈 他們已經茁壯了 茁壯現在 到達他一把 保健壯 因為現在很多公司 比亞迪被你養大了 那包括說像很多公司都被養大的 現在還有一家公司也出來坐車 小米 連小米都能坐車了 你說像特斯拉這種 本來就是工業等級的 也就算了 小米你剛才講你是做手機的 你是做這個所謂的清潔的 這個所謂的掃地機的 如果今天你做家電的 做手機的小米都可以坐汽車 那不是每個人都可以坐 為什麼小米能夠做得出來 因為很簡單 我只要有概念 我想要做什麼的時候 這就是小米的汽車 對 SU7 我們知道 因為中國供應鏈已經非常強大 所以我只要 譬如說雷軍說我要坐怎樣的車 保健 而且小米是自動工廠 對 因為中國都有這些東西 你的自動工廠 我們也看過特斯拉的 把它弄一弄就好了 而且特斯拉你要告他 你敢告他 你也告不贏他 所以就是他真的完全把 中國的企業養大 電磁中國最厲害 電控中國最厲害 組裝中國最多 很多機台中國最多 所以雷軍他也能夠賣 他現在一推出來 21.59萬 而且他跟你說 我就是對標特斯拉的Model 3 他講得非常清楚 而且他比Model 3 便宜大概5 6萬人民幣 保健 他為什麼特斯拉會很慘 這些出來之後 你要亂拳打死老師傅 而且我跟他講 為什麼是怪獸兵團 我們都說在我們西方世界裡面 或是說在海外的世界裡面來說的話 車廠跟車廠之間 大家都彼此競爭對手 對不對 我怎麼可能會去教你做什麼 可是你知道 這次小米雷軍他出席的時候 魏小李啊 就是魏來啦 小米 這個小鵬啦 還有這個理想汽車 他們都出來樓下面 而且他們說 雷軍還說 我很感謝他們給我非常多意見 魏小李都來了 對 而且他們給 魏來小鵬跟林小 對 而且他們給雷軍很多意見 為什麼 因為中國就是要 你們彼此不要互相競爭 大家互相的發展 互相的扶持大家 尤其小米 我覺得他很有可能是中國 下一個想要扶持的電動車市場的 一個公司 所以我告訴你 伊隆馬斯克 當然你慘了嘛 所以跟你講 伊隆馬斯克以前講 我要求自由主義 我要求沒有任何的限制 可是他現在這麼講 他現在講說 中國的車廠極為優良 他說如果你不設立貿易壁壘 他們會把這個世界上 所有的汽車公司全部摧毀 你看 語氣變化多快 前一陣子還說 哇 中國好棒 制度很好 然後習近平也很讚 他現在怎麼講 趕快設立貿易壁壘 不然我們的車子會被他摧毀掉 然後他們中國車廠非常之好 所以顯然他現在已經擔心了說 我未來搞不好 我特斯拉真的會被擊垮 所以從伊隆馬斯克的態度 你就知道說 中國的車廠 真的是已經來到一個 非常恐怖的時間點了 而且看到美國現在的投體行 完全一致的看空特斯拉 還有認為說 他現在已經到了一個岔路 到了一個十字路口 這個十字路口 碰到惡夢一般的情境 對 沒錯 這是華爾街日報的這個標題 他說特斯拉長期多頭 第一季度如同惡夢般 這個伊隆馬斯克來到岔路口 為什麼呢 我現在過去一段時間 伊隆馬斯克的特斯拉都是 我宣布這個 我賣了多少車之後 全部都是上漲了 每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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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比去年還要上漲 可是他這個禮拜就要宣布 他今年第一季的交車 下跌了 很多人都認為說 下跌那是一定的 只是下跌的數量多少而已 甚至很多人就說 可能下跌個3%到5%不等 那你知道原本的 伊隆馬斯克的每一年 年初的這個記者會 他都說 我們今年交車目標多少 他今年也到目前為止 他都不敢講 沒有交車目標 交車目標怎麼樣 所以現在的 所有華爾街日報 都已經 所有的美國的這個 這個所謂的 他們的買方的市場都說 他已經不是一個多頭的慶祝 你看特斯拉 對特斯拉來說 是一個長痛不如短痛的 這個季度 第一個季度 好 那你知道 富國銀行 美國非常重要的這個投資業 他說 他是一個沒有成長的成長型公司 沒有成長的 對 所以你知道 事實上你就知道 大家都對特斯拉的平等 是完全的下降 這也不難解釋 為什麼特斯拉股價會從兩百多塊 跌到一百七十幾塊嗎 跟你講 如果今天蘋果 這麼大的公司 這麼有影響的公司 我都放棄造車計劃 就代表蘋果也知道 我弄了車子 我只能跟這個中國 進到了一個紅海去廝殺 沒錯 但可怕的是 特斯拉已經再進去了 進去以後 前有狼後有股 你前面 剛剛講有比亞迪 小米又進來了 是 小米進來才恐怖 而且你知道 雷軍這次來 他在SU7發了 這個發布會裡面 他講什麼嗎 因為他們這個車是賣21萬多 他就說 我是鐵定會虧的 你看 他說 賣這個價格是虧錢賣 就算賣到24萬也是虧錢 乾脆虧多一點 所以就說 他在跟你打賣東西 不怕虧錢的 為什麼 因為他小米手機賺錢 他其他東西賺 他用這個來養這個 所以我才說 為什麼特斯拉慘了 因為特斯拉 你沒有其他的生財工具 人家是 小米有一大堆東西 準備跟你互相PK 而且你知道 他這次做主的準備 我們小米本來 就有在做手機 他跟中國很多車廠 考慮了一些相關的 這個研究計畫的時候 他自己蓋了一個工廠 可是做手機跟做汽車 差這麼多 很簡單嘛 你的伊隆馬斯克工廠 在這個地方 我給你參考一下就好了嘛 那你知道 他這個工廠還真的蠻厲害 保健他說怎麼樣 現在這個就是小米的汽車工廠 對 他說什麼 我這個汽車工廠裡面 裡面說是百分之百自動化檢驗 然後百分之百自動化檢驗 你還知道 他的這個電池 所有東西都是我們中國自產的 所以是百分之百 中國國產 好了 還有除了這個之外 他機器人 他全部都用機器人運作 所以他說這個工廠呢 27秒到27秒之內 就可以做出一台手機 76秒就可以做出一台車子 然後呢 他就說 他在這個工廠裡面 有700聚工機器人 所以等於他從頭到尾 不需要人工 所以我去壓住這個車體 我在那裡進行組裝 全部都自動化 壓模開始一直到最後的這個 最後的檢視 你最後可能還要人工 稍微看一下這個狀況之後 OK就可以打包 76秒鐘就可以做出一台車 那76秒做出一台車 他還跟你說 我現在 為什麼我說 對伊隆馬斯克壓力很大 我們伊隆馬斯克在中國賣的 不好有一個原因 是因為你的充電站 很擴充速度不夠快 可是他獲得中國的首肯之後 他現在 他在整個 他要建很多超低充電站 然後北京 上海 還有杭州都要進行 你覺得他在中國 打得過這些人嗎 打不過 打不過嘛 所以我才說 小米出來的時候 對你來說 更是一個非常大的壓力 所以他自動化的程度 比特斯拉還高 對 剛剛講到的 你如果從噴漆 自動的鑄壓 包括檢測 全部都機器來 對 有七百個機器人這樣做 所以我才跟你說 伊隆馬斯克你慘的就是這樣 好那除了他慘了之外 抱歉 除了一個是小米在壓縮他之外 今天我們馬英九總統 前總統不是看了比亞迪嗎 比亞迪也是一樣啊 現在比亞迪 他桌的越來越多啊 比亞迪的銷售量來說的話 是完全在往上升 你看我們不是說嗎 他第一個季度 特斯拉第一個季度 他可能交車量會下滑 但是我們可以說 2024年第一季度來說 比亞迪在全球可能會賣出 大概是300多萬輛的 這個純電動車 同比增加大概是 30多萬輛 同比大概增加13% 你是增加13% 那結果你伊隆馬斯克是下跌 所以兩個差異是越來越多 而且現在呢 現在等於是 這個比亞迪要開始往海外大局的進軍 要往日本啊 往韓國啊 甚至要往歐洲去 所以他整個是 他的壓力非常大 這個特斯拉 所以我們 你不想說全世界都要封鎖比亞迪嗎 華爾街目前為止還沒有封鎖 現在美國也是在提安階段嘛 所以為什麼伊隆馬斯克很急 快點快點 趕快爆一變 好 那你就講 我們就講 這個是七雄變成是四雄嘛 這個華爾街日報說了 你看今年漲幅最大當然是NVIDIA 然後Meta 亞馬遜 微軟這些 至少這些公司都還在正值 我一直在副職以下有兩家公司 一個就是蘋果公司 另外就是特斯拉 都是中國市場 他們兩個 對 就是因為中國市場太重 所以你就知道現在為止來說 沾到中國好像對美國企業來說話 並不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啊 而且你看伊隆馬斯克多驕傲啊 他居然講你如果沒有貿易壁壘的話 你會摧毀全球大多數的競爭對手 對 沒錯 那伊隆馬斯克目前為止 對中國 他幾年前還嘲笑過 這個中國車廠 他說他們不會是我們的對手 就這幾年你看他已經改口是 他們是非常之好 那他非常之好的時候他還說什麼 他以前你知道伊隆馬斯克 現在困境有兩個點 你可以看得出來 他以前說我非常討厭廣告 雖然以前不打廣告了 那現在咧 他現在在美國 現在剛剛講我們等一下看 這個是他的新廣告 對 他現在在美國有非常多廣告 你在YouTube上面來說 或者很多這個X平台上面來說 所以他以前不用打廣告 大家就會端著鈔票來買特斯拉 現在他要打廣告了 因為他就是明星 大家都認為特斯拉車好 所以但是問題是 現在大家不這樣認為 所以你看 這是他們在網路上 YouTube平台 這是他的廣告 或是在X平台上面 又開始講說我多好多好 這個廣告 這是一個 另外第二個是什麼 保健他不是有一個FSD嗎 這個自動駕駛的系統嗎 他現在破天荒喔 他就說了 你只要在北美市場喔 北美市場 你買車的第一個月 我全部免費讓你用 為什麼 因為他知道說我現在沒有 我拼價格 我絕對拼不過你 但我讓你免費試用FSD 這個是相當之貴 某些程度來說 他也是又降價來吸引你 所以你就知道說 其實對伊隆馬斯克來講 今年真的是一個非常關鍵的 如果他撐不過這兩三年的話 他搞不好會被 中國的這個怪獸軍團可以殲滅掉 好 宇雪 以上我們都覺得 電動車是史上的代表 伊隆馬斯克 那是好萊塢明星開的車子 結果現在 剛剛講被中國打打打打打 打成這個樣子之後 它露掉了 對 保安哥我們講喔 因為我曾經看過特斯拉 從它興起 那時候大家記得它股價還做什麼 還做拆分喔 就股價漲太高 一兩千塊之後 因為量體太大 還拆成四份 拆成四份之後它還在漲 那個時候它還在做什麼事情 第一個電池 再來第二個 Starlink 這代表它是有未來性的嘛 那時候品牌價值 大家講到特斯拉 講到伊隆馬斯克 大家想到的是什麼 想到代表著未來的科技 但這個未來的科技 是從什麼開始的時候 low掉 毀掉 被中國品牌價值直接 完全摧毀了嘛 今天原本大家講 特斯拉那時候開在路上 開在我們大家看到特斯拉什麼 哇 好酷炫喔 哇 電動車喔 但你現在看到電動車 這三個字你會想到什麼 想到小米 想到比亞迪 想到中國 想到汽車 電動車 粉場 所以它的價值品牌 價值怎麼講 電動車這三個字 已經被完全摧毀了嘛 Starlings是維持 它品牌價值的一個概念 它真正的 真正賺錢是特斯拉啊 對 真正賺錢是電動車嘛 但它現在電動車 遇到了兩大危機 兩大問題 第一個 以前特斯拉動輒一台 可以賣三五百萬 它可以講我Model X 我Model S 我搞到最高階 是尊絕不凡奢華的品牌 但請問現在有沒有辦法這樣做 不行了嗎 不行啦 它不奢華了嗎 因為電動車這三個字已經不奢華了 電動車這三個字我想到什麼 第一個 大媽買菜車 比亞迪三十八萬 什麼琴啊 什麼宋啊 那個名字聽起來 宋夠有爛 對不對 然後想到說現在每一個都比便宜了啦 什麼二十八萬 三十八萬 反正越便宜越好 它變成是一種Costdown的 日常大媽買菜車 就保證你剛才講到了嘛 它唯一的差別 你知道跟高爾夫球車差在哪裡嗎 差差點 差到它有蓋子 有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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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然跟高爾夫球車沒差 因為大陸現在搞了這種 所謂的全面AI化 全面智慧化 變成是說它把成本降低再降低 以前大家談到電動車是 我要如何附加品牌 駕駛如何把品牌升級 現在包括你看小朋友也好 比亞迪每天都要跟你講 我要怎麼把電池越做越便宜 我要把電池能夠越做越久 越做越長 所以它已經變成什麼了 變成是機能消耗品了 所以這如同當時 Apple也遇到同樣的問題嘛 小米跟你弄一樣的手機 小米就變成說什麼 所有的產品 只要是大家有在做的 小米都要沾一個鍋 而等到小米沾鍋 比亞迪只是第一道警訊而已啊 小米才恐怖 小米刮無刀都愛做了啦 燈泡都在做了啦 當你跟小米做一樣的事情 他就已經宣告 你這個產品已經完蛋了 因為已經通俗化了 難怪你說 你直接看到比亞迪的競爭 你看到絕對待好 當你聽到小米做汽車 你含毛直訴 對 因為好歹比亞迪 是專門做電動汽車的 小米叫做什麼 什麼都要沾 而且是山寨之王 所以你只要被小米碰到 他開始從事這個行業 開始跟你進入 已經宣告 整個電動車未來的市場 沒有藍海也沒有紅海 只剩下一條路 叫做邪海 而即便最後殺到 所有品牌都倒地的時候 即便特斯拉 最好還倖存 那會成為過去的特斯拉嗎 當然是沒有辦法跟過去比 好 惠神 當然有一個評論員 他被提到說 馬斯克在中國設廠 當時中國官方唯一的要求 就是要把零件的供應鏈 全部要放在中國 這個時刻 伊隆馬斯克跟中國皆大歡喜 當然講 他說那個上海賞半年 就給我弄好了 而且我覺得中國人 又勤奮又認真 而且是三班二十小時 中國 北國完全做不到 非常開心 可是他現在完蛋了 他說我當時雖然 伊隆馬斯克解決了產能的問題 卻把技術管理 零件的供應鏈 全部交給中國 現在中國的新能源車 已經呼嘯而至 剛剛講到 它完全的國產化 不但國產化 已經踩到有力的位置 他講說 讓馬斯克講 如果不建立貿易壁壘的話 會摧毀世界上大多數的汽車公司了 是 所以就歡迎馬斯克來到 中國養套砂的一個陷阱世界 完全就是我們一大堆台商 當年過去這二十年來 去到中國投資所面臨的情況 什麼情況呢 養套砂 什麼養套砂呢 你來你來 你把你的技術帶來 你把你的所有東西帶來 我中國所有給你的補貼 我都給你 我幫你排除所有的障礙 我甚至在COVID-19的時候 我弄了一大堆的工廠 裡面全部都睡員工 就是幫你的替不替的 對 當時的上海廠 員工全部進到了 這個所謂的 伊隆馬斯克的這個廠區裡面 打替鋪睡覺 還是什麼點對點 然後一個月九萬量 幾萬量要創新高什麼的 結果發現什麼 透過這種方式 事實上是你伊隆馬斯克 付錢給這些供應商 讓他們練兵 他們今天可以幫你生產特斯拉 可不可以幫比亞迪生產車 可不可以幫小米生產車 當然可以 所以現在馬斯克才知道 原來他變成韭菜 被中國政府給割了 沒有想到進到了2024年之後 整個科技界 進行了一個非常恐怖的大洗牌 過去你要講到的科技界的 泰山北斗少林武當 你想到的都是特斯拉 你想到的就是蘋果 因為他們在市占率上面 在整個科技的尖端產業上面 他們獨一無二 但你沒有想到 進到2024年之後 兩家的股票竟然開始鬆鬥 連我們看到了巴菲特 都大賣蘋果的股票 而這兩家有一個共同店 他們跟中國的關聯都太深了 因為跟中國的關聯太深 他們本來以為說 他們可以刀切豆腐兩片光 他們可以同時游移在中美之間 可是現在真的踢到鐵板 因為我們看到 蘋果在中國的市場 現在已經藏到了苦頭 沒有想到在最近六個禮拜時間 蘋果整個的銷售盒大降了24% 這個非常恐怖是因為這一段時間 剛好是中國的農曆春節 中國的農曆春節是中國買氣最強的地方 結果你的股價 你的銷售量居然大幅的下滑 根本不用講特斯拉 特斯拉現在面對中國強烈的一個競爭 他現在中國的銷售 就算他不斷的折價 銷售額也降了20% 他們兩個有一個共同的特徵 他們都在中國有龐大的供應鏈 他們透過他們的供應鏈 居然養大了他的對手 現在面臨了中國政治上的打壓 還有他的競爭對手的崛起 現在難道已經進退兩難嗎 甚至當全世界開始質疑說 你沒有搭上美國為主的這個AI列車的時候 這麼兩個龐大的商業帝國 真的面臨了空前危機嗎 好 我們今天請到兩邊的大方 首位的財經專家黃瘟宋你好 大家好 好 這是美一島電子包東照吳子嘉 大家好 好 第三位是資深媒體的雅薇珍 大家好 好 第四位是資深媒體的黃偉瀨 傑哥好 觀眾朋友大家好 好 第五位是資深媒體的張宇軒 大家好 好 第二位是資深媒體的李廷輝 大家好 我想都沒有想到說蘋果會有今天 過去都認為說蘋果建構了一個 最可怕的生態圈 進到這個生態圈你想跑都跑不了 沒錯 搞不好他會變成了宇宙的霸主 可能沒有想到 我現在巴菲特就把他股票大賣 大賣我想到發生什麼事了 現在公布最新的資料是 在前一段時間蘋果在中國的銷售額 居然大跌了24% 另外一個 他是難兇難地的特斯拉 居然銷售額也大跌了20% 而且更可怕的是 他們為了保住他們的銷售額 兩家鬼都有 等於說賣股 都有降價 在降價的狀況下 竟然還賣不出去 而且如果過去要說到美國產業界來說的話 這個庫克蘋果還有這個 伊隆馬斯克的特斯拉 可以說是美國的絕代雙交 結果絕代雙交現在都遇到大麻煩 大麻煩 現在變成絕代的這個可能是輸家 為什麼是輸家 我跟大家講 事實上今年以來 所謂科技器具頭裡面 大家都漲 只有兩家公司跌 一個就是蘋果 另外就是伊隆馬斯克的特斯拉 而且你知道他們跌了多長 我們現在講特斯拉 伊隆馬斯克最高的時候 他曾經的市值 這個特斯拉曾經有一兆美金 破兆 對 他現在多少 他現在五千億 他腰斬 腰斬 對 那連帶的伊隆馬斯克 原本是世界首富 他是全世界第一個來講 他是破兆的企業 對 破兆的企業現在只剩五千億 好 那你知道伊隆馬斯克原本是世界首富 他最近連續往下跌 他輸給貝佐斯之後 他最近又 現在又輸給LV的老闆阿爾諾 所以等於現在變成是世界的第三 他變老三了 變老三 欸 他當世界首富當多久 沒多久他現在已經掉到第三 我覺得壓力可能更大是蘋果公司 保久跟他講 蘋果在去年的時候 他的市值是三 三兆 遙遙領先 當時的微軟兩兆 他贏他一兆 對 結果現在的微軟已經贏過他了 真的假的 微軟現在是2.8兆 他現在2.6兆 他現在已經輸他了 你說3兆變2.6兆 對 而且他現在更糟糕的是什麼 NVIDA在後面追他 NVIDA現在2.1兆 現在美國的華爾街都已經說 搞不好在今年我們可以看到什麼 NVIDA超越他 蘋果會從第一 永遠的第一摔到第三 所以現在其實對兩家公司來說 壓力都是空前巨大 而且你說現在一個恐怖的事情 出現了一個中國黑洞 是的 沒錯 你現在跟中國的關係越深 你在中國所謂的供應鏈越完整 對 你養大的中國的對手就越強悍 對 你碰到的麻煩就更慘烈 對 現在對蘋果跟這個所謂特色來說 麻煩搞不好才剛開始 為什麼麻煩才剛開始 我們講一個人啊 這個巴菲特 巴菲特其實你看 他從開始買蘋果到現在為止 他從來沒有賣過蘋果的股價 就在前一季開始賣蘋果 開始賣了 為什麼巴菲特他都聞到一點 不太對勁的味道 你看他自己 他自己在這個報告裡面 他這一次的報告他說什麼 我日本的商社 我都一股都不會賣 然後我這個報告說 我的可口可樂 還有這個美國運動 我一股都不會賣 但是他開始在賣蘋果公司 所以人家就說 他會不會開始真的看到 蘋果不好的一個局面出現 不是他以前怎麼稱讚蘋果 他說蘋果有個非常完整的護城河 那個就是我最理想的投資標的 對 結果沒有想到他有護城河 他有好的投資標的 他開始賣了 因為他護城河趴了 為什麼趴了 我跟你講 雖然我們以今年的 這個中國手機的市場裡面來說 前六個禮拜 前六個禮拜表示 你看到這個蘋果的手機跌了24% 較去年跌了24% 當然OPPO也賣得不好 可是你看到 華為上漲了64% 所以就是說華為現在把這個 因為中美大戰 很多中國人開始買這個華為手機之後 導致他不斷的往下跌 他現在已經掉到中國手機的第四名了 輸給華為了 你知道華為多久才贏他 華為從這被美國打壓開始 他就落後他了 他現在終於贏過蘋果了 但這只是剛開始 我覺得接下來華為還有心機 他的壓力會越來越大 而且現在蘋果 他不是坐以待避 他是降價了之後 還賣成這個樣子 他降了8000塊 你想想看 如果蘋果在台灣 他一隻手機降8000塊 台灣人會瘋了吧 台灣人會瘋搶 沒有 你降了8000塊 你還是賣不掉 他降8000塊是iPhone的最基本款 台灣要賣2萬9 他賣2萬1 結果他還賣得不好 另外還有更慘是特斯拉 他現在他今年的這個 他目前為止工廠的交付量的話 年減19% 年減20% 而且他也在中國降價 降價降價 無敵是他降了有沒有用 沒有 沒有用 為什麼 因為中國的車降了比你更厲害 理想也開始降 然後比亞也開始降 大家在一直殺 所以他現在其實 我覺得這兩家公司目前為止 面臨到的壓力都相當相當的巨大 所以你說 現在這兩家公司同時剛剛講的 哥被彎不過大腿 本來以為是我公司哥不大 在整個中美對抗的時候 我還是可以把刀切都不兩門關 我可以猶豫在兩邊 美國跟中國都要買我的帳 可是你沒有想到 現在他有被兩邊夾殺的一個味道 剛講現在姥姥不成舊舊不愛 兩邊在中國都有龐大供應鏈 兩邊在中國有龐大供應鏈的狀況下 你不但沒有好好的去銷售你的這個所謂的手機 更可怕的是你已經養大你的對手 對好我們就來看蘋果遇到什麼問題 你看這是去年的時候的這個銷售量 去年銷售到黑色是蘋果的這個部分 我們來看一下華為 華為這時候是這樣 9% 19對9 在去年的時候差異非常大 就我們看在目前為止來說 已經變成這樣 16對17 華為已經贏過你了 所以就是說在整個大戰 我們看 這樣中美大戰繼續打下去 你覺得中國人會買什麼 買華為 買華為的手機 所以他現在壓力越來越大 他現在已經掉到這個 中國的第四名這個下去 而且我這次兩位特別講 我的指定用機就是小米 等於說你現在美國 不一定要美國對你是打問號的 可是你在中國 已經受到龐大的政治壓力了 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目前為止當然MAT60賣得非常好 事實上他價格也不便宜 他價格是3萬塊左右 那蘋果原本是價格當然比較高 他把它降價 你看為了要打他 他從4萬3他降到3萬9 他在台灣從來沒有這樣降 他這樣降了 降了之後還賣輸他 等一下iPhone15的Pro Max 對 4萬3千8 在台灣賣這麼多 降到了3萬9千8 對 但台灣目前為止還要4萬5 這樣你沒想到 他對中國本來發行價格比較低 他還在降 在降還是賣輸 那你知道蘋果會怎麼做 還會再繼續降 可是你講說 當你開始殺價競爭的時候 不就開始完蛋了嗎 就完蛋了 對 所以他事實上你看 從今年1月5號開始 蘋果就說我們要優惠 他就說可以省800塊 好那是蘋果自己本身的優惠 但是你接下來 你從天貓京東這些 開始已經開始 又再開始殺價 他們就說這些價格 都已經在刷新 我們這個網站的歷史記錄 好那不只刷完 不只這樣子 他1月中的時候 因為在這個春節的時候 他在降價 再殺 再殺 所以你看殺殺殺 三連殺 殺到目前為止來說 居然目前為止 銷售量是起不來的一個狀況 但是庫克去年 還特別跑到中國 跑到中國還講說 蘋果跟中國是命運共同體 現在真的變成命運共同體了 大家一起殺殺殺殺 好那你知道為什麼這樣說 你看蘋果其實 這是庫克去年到中國的時候訪問 他是中國解封之後 真正大咖到中國去訪問的 就像他在中國 你看他多受委屈啊 你看他在美國啊 你要跟他拍照 不好意思 你沒有拿蘋果手機 他根本不跟你拍啦 但是問題是他在中國呢 你拿小米的我也給你拍 拿小米也拍 你拿華為的我也給你拍 他就忍氣吞聲 為了要中國市場 然後還說蘋果跟中國是命運共同體 然後還去拜訪了他們這個高管 就說啊沒有問題 我們會好好的跟中國來互相的往來 還說對中國市場充滿信心 對 然後還說什麼 我們會加強扶持中國的這個供應鏈 所以你可以看到 中國的供應鏈你看 從二十八 二零一七年的二十八 四十二到現在五十一 節節攀升 所以也就是說 欸 我真的做到要扶持你 而且我也說欸 我也忍氣吞聲 而且這個其實我跟你講 為什麼他會面臨到壓力 其實他在美國也被人批評什麼 保健 他不是就說呢 他把這個中國的數據呢 會交給這個中國官方使用 很多美國人批評 蘋果你服從中國的這個審查制度 所以他事實上 他現在是面臨兩面壓力 所以2017年 2018年 2022年 從二十八 四十二到五十一 現在不是更高了 現在已經一百多家了 所以事實上目前為止 蘋果的供應鏈裡面 很多都是中國 甚至你看 現在立訊已經變成是 蘋果最重要的 組裝供應鏈之一了嘛 好 那這樣 但是問題是 你說我這麼討好中國 有沒有用 不好意思 沒有 從去年十二月開始 中國已經很多省份就說 欸 我們的國企 不能夠用這個iPhone手機 我們的官方單位 全部都不能夠用 而且他們說什麼 如果你拿華為來換的話 很多公司還會補貼你 所以現在等於是 他面臨到兩面夾殺的壓力 是相當相當的大 好 所以剛剛講到時候 現在不但是蘋果 現在特斯拉的狀況一樣 我覺得就是我貪圖了中國的市場 我貪圖了中國的市場裡面 我跟中國交好 中國交好以後 我用大量的人力進圈了以後 我扶持當地的這個產業 結果沒有想到被反噬了 所以好 那我們講特斯拉也是一樣 特斯拉你看 他一月份又下調了部分的Model 3 還有Model Y在中國的售價 對不對 然後從二月一號開始 又說我要提供你這個現金折扣 那這樣折扣下來的話 每一個都大概降了一點多萬 還有這個一點 一萬多出頭左右的這個價格 就沒想到還沒降完 因為後面還有這個 這一萬多是人民幣喔 那後來還沒降完 三月底還要再購買的話 你還可以講三點四萬的這個優惠 所以你看 你光是這樣折折扣扣來說 已經降了五六萬了 五六萬人民幣你算算台幣來說 是十幾萬耶 你看他在台灣從來沒有降價過 但是他一直降是這樣 你以為他賣得好 不好意思沒有賣得好 他目前為止來說 沒有他的銷售 一月的銷售量之後 還不好 還往下跌 他反而還輸給什麼 問介 問介M7這台車 這台車是什麼 這台車是華為 他們這個 以華為這個這個 他們的OS作為一個代表 又是華為 他們互相合作 雖然賣得非常好 也就是說現在的 在中國民眾 他們在民族情感之下 他根本就不買特斯拉的帳了 你知道 其實這裡就是華為 對 這是華為的車 對 華為他跟他合作 做出來 他組裝不是他 但是他目前為止 很多軟件 包括說裡面的這個 這個CAMERA 很多東西都是華為幫他設計的 所以那事實上 目前為止來說 這個中國 你看特斯拉在中國 也真的完全踢到 鐵板的一個狀況 不是 他當時不是看好中國市場 想要透過中國市場 來壯大他的特斯拉 是 適得其犯 對好那你想說 我降降降沒有問題了 不好意思 沒有問題 你真的完蛋了 為什麼 大家開始殺 這個 比亞迪開始殺 然後這個所謂 挪詐汽車開始殺 小鵬汽車開始殺 連大眾汽車 歐洲車都開始在殺 那比亞迪殺殺殺 大家完全殺成一片 所以甚至連這個 小鵬汽車的老闆都說 這個我們已經進入所謂 流血的割血戰的 他說2024年是整個中國 血海戰爭的開始 對 所以你看 現在特斯拉會好嗎 怎麼可能會好 一定會很糟糕的嘛 所以事實上目前為止 你看 對這個特斯拉來說真的是 你看 這個之前他還曾經登上 時代雜誌 當時他的一招美金的這個市值 就沒想到 現在整個完全不好 你看 我們就講嘛 特斯拉的這個毛利率 現在為止來說 已經降到17% 也就是說他現在越賺越少 殺價之後呢 他可能毛利率還會繼續往下跌 以前過去我們都說嘛 他一台車可以賺20% 現在已經掉到17% 你還不知道什麼 他最高到25% 對 那你請問你知道 他現在因為他為了要討好中國 因為我們知道 他最早最早原本在台灣 有工廠在林口 雖然供應鏈很多的 核大 富田 中鋼 都是台灣供應鏈 他為了要去中國 把台灣供應鏈都踢掉 踢掉換車是 特斯拉的起來是台灣供應鏈 幫他打下江山 打下江山 他為了中國市場 為了中國市場 把台灣供應鏈給踢掉 去建構他的中國供應鏈 美國官員還質疑說 你不讓這個SpaceX來台灣用啊 所以他在美國也是被批評說 你都是太親中 結果沒想到 現在這兩家公司 太親中都完全慘 而且最慘的是什麼 這些敵人是你養起來的 譬如說你看蘋果 他都把這些技術 給了很多這個企業啊 然後結果中國就 華為也獲得一些相關的技術啊 小米也是 OPPO也是 他們現在過來反過來打你 像特斯拉也是啊 他這個BRD很多技術都是來自他們的啊 現在就是說 自己也養大了自己的敵人來反噬你 所以現在這兩家公司我覺得 他們的苦日子絕對還沒有結束 這兩家今年搞不好會過得非常的殘烈 現在特斯拉全球大財源 在全球大財源裡面 中國居然是關鍵 他說一般來講我才10% 中國平均才20% 而且他有些部分才40% 50% 本來我這麼喜歡中國的工廠 我說上海的工廠又勤奮又聰明又努力 這個是美國工人根本比不上的 結果他這一刀居然砍向中國 砍得最重的也是中國 你說沒有辦法 因為他在中國的市占率太低了 中國的市占率從10點多變成的6點多 等於說幾乎快腰斬 不但腰斬 他現在前有狼後有虎 更可怕的是華為又推新車了 不但華為 華為很可怕 華為是同時推出新車 又推出新手機了 是 我們知道華為現在 不斷是跨入了電動車領域 他現在也是面臨到蘋果這個部分 激起直追 追到什麼樣的情況 他現在推出新手機是Pura的70 而且他其實宣布 新機上市開賣 一分鐘的時間 竟然就已經說銷售已盡了 一分鐘賣完了 而且牌的長長的人肉 他多個型號都已經佔不受 因為已經缺貨 所以你就知道現在華為 你看這個全部都在排什麼 全部都在排這個新手機 你不要以為他是因為便宜 所以他們才去買 沒有其實不便宜 他的手機最便宜的這個新款 也要5,499塊人民幣 貴的甚至來到1,099元 換句話說其實這樣買下來 搞不好還比iPhone的一個手機 還要來的貴 那為什麼在中國華為的新手機 賣得如此 最主要一件 所以他一台手機要5萬多塊 那為什麼 因為其實當然就是因為 美中的這種情況之下 中國在他們現在你認為 買華為買的不只是一支手機 買的是愛國新 所以在這種情況之下 其實你要看到 超費者其實非常認可 你看到這個人龍 你知道誰會嚇呆了 蘋果要嚇呆了 心裡想到說 現在很可怕 華為已經不僅跨到了 一個電衝車領域 他連推出的新手機 在功能上 在價位上 事實上在價位上 甚至可能操作蘋果 但是人龍一樣排出來 而且短短1分鐘之內 就已經告訴你 多個型號都已經缺貨 所以他們就認為說 這個情況看到了蘋果 蘋果心裡就在挫著蛋 他們現在就說 我們本來在全世界的一個 晶片 這個高端的手機裡面 勢戰率高達74% 現在竟然已經 面臨到70%的保衛戰 而且他最近還推出 這個新的車子 是他推出了這個新的車子 年成長率竟然高達374% 銷售量暴增 最貴的車款 竟然還賣贏歐洲 賣過誰 超過誰 賣過超過BMW 你想說價錢 他不是是說 因為低價 所以賣了超過BMW 不是 他竟然是賣的價錢 就比BMW還要來個貴 還有三五百萬 對 那你想說 怎麼會這樣 那其實最主要一件事情是 他們認為 現在華為在這個車子的品質上 已經不輸這些國外的廠牌之外 最重要的一件事情 就是誠如還是我剛剛講的 我們這個錢買的 不只是產品本身 我們是向國家 向黨 宣誓我們的效忠心 所以在這種情況之下 你開出去那是一種尊榮感 你開出去那個叫做認同感 你開出去那個叫做愛國指數 什麼認同 大家都在看我敢不買嗎 所以我們就懂了 之前有很多的公司講 如果你要去買華為的手機 你要去買華為的汽車 我公司會有給你很大的補助 現在等於說是用舉國之力 之前 美國是用舉國之力來打壓華為 現在 中國反過來 要用舉國之力 去支撐華為 支撐華為幹什麼 跟支撐華為 去跟蘋果打 是而且你要知道 現在如果就講一件事情 我們現在跟美國這個關係 是一個敵對的競爭關係 你誰有錢人 誰敢開著那些國外車在跑 誰敢手上拿著蘋果手機 你如果真的話 那你不就代表跟黨的旨意 對著走嗎 對幹 那不能這樣子 所以在這種情況之下 越是有錢人 越秀出黨的旨意 越秀出那一種氛圍 所以這個 所以華為才敢開高價 來賣手機跟電 那個汽車 是 所以而且很可怕的一件事情 是其實 我跟你講 現在整個特斯拉落入了中國 養套殺 也就是重複了我們當年台商 很多人在中國的投資 踢到前板的這個限局 你說特斯拉被養套殺 是因為本來特斯拉 你賣的就是一種尊榮 你賣的就是你很多一個獨家 就沒有想到在疫情的期間 中國就說 你特斯拉立來立來 我整個都補助你 而且當全世界都在封城 都在工廠停工的情況之下 只要你 我叫所有的中國工人 睡工廠也幫你幹出來 所以是不是 那時候馬斯科他講的什麼 他說全世界最勤奮的工人 就是在中國 中國工人好用 做到凌晨三點 還不願意回家 直接睡工廠 所以那時候他多衝撫中國製造 多對於中國工人的勤奮 建議喊讚 結果你就是因為這樣 一步一步被中國圈進去 你幫中國製造的 就培養起了整個供應鏈 整個電動車的供應鏈 採鏈 都是經由你特斯拉這樣的培訓 經過兩年的培訓 你所有技術 都被人家搖搖去 那現在特斯拉在中國很慘嗎 非常慘 他慘到什麼地步 他在中國很慘 很慘 他本來其實工作 他只休0.5天 整個工廠是一週 至少工作6.5天 就你現在知道 中國的特斯拉工廠 竟然週休二日 週休二日代表什麼意思 就是他產能 不要開滿載 竟然只開七層 為什麼你產能只開七層 因為我庫存堆滿監啊 他以前賣100台 他那個倉庫裡面庫存 大概有40台50台 那現在你知道 他每賣100台 庫存裡面竟然多達60幾台 那代表什麼意思 銷售週期拉長 銷售週期拉長 賣不掉 賣不掉 而且很可怕喔 他現在包括Model Y 包括Model 3 都銷價 銷價在5000塊人民幣 還是一樣 那個稍售期拉長 所以代表你現在越來越 已經賣不動的一個情況 難怪這一次特斯拉宣布 全球平均財源10% 但是中國廠20%起跳 最多甚至財源50% 所以砍最多是砍中國 砍最多是砍中國 那也是讓因為這樣子 而且他提出的優惠是N加3 什麼叫N加3 如果你是三月進來對不對 那你現在才做一個月 我給你四月的離職金 代表著我就算要花大錢 黎子晶我也要你滾 因為這個中國市場 看起來越來越慘 他已經面臨到一個生死存亡 如果不透過這種方式的話 恐怕會拖垮他 而且更可怕的另外 難怪有人講說 現在講特斯拉 新車新技術的中國這個網站 在上海 居然用光環吞去來形容他 是 而且你要知道 陳幾何時 那個馬斯克對於中國工人 讚譽有加 結果現在翻臉筆 翻書怪 絕情得很累 好幾個人就是什麼 4月15號就去 聽說要裁員 結果問主管 主管說我沒聽說 隔一天主管自己都走了 主管聽著 然後你到 中午你也走了 所以就換句話說 他們現在是美國人是這樣子 當你好用的時候 我用優惡的獎金 人家外面只有人 工資大概5000塊 我用1萬塊保你 然後你連開刀 你連幹嘛 我全部都今天 全部都幫你養 但是到現在 當你這裡已經不再是經濟母 當你中國市場 節節衰退的情況之下 美國人翻臉跟翻書一樣 說砍就砍 所以現在全世界只砍10% 但中國這個部分 至少砍30%起跳 你看現在中國 經濟不是自己很慘 現在慘是慘到 他現在誰碰到他 誰都慘 老闆哥有一個 自捨講過一句話 就是遇到倒霉鬼 最早散他遠一點 你知道什麼 因為你碰到他 你也會變倒霉 中國就是這個狀況嘛 來 跟各位報告 你看過去大家講 原本電動車電池 是誰從誰發明的 特斯拉嘛 對不對 結果後來傳進去中國之後 結果這件事情變成是什麼 美國再也不敢再跟他碰了 也不敢跟他競爭了 等一下 你說中國現在這個市場 剛剛講的誰碰他誰倒霉 現在連特斯拉這麼厲害的 碰到他也慘了嗎 反客為主嘛 原本電動車市場是特斯拉稱霸 特斯拉研發電動車電史 結果中國把這個know how 把這個技術學走的時候 反過頭還怎麼樣 直接把電動車這個市場給搞砸了 我們就擠小鵬汽車來講 要講個名言 以前我們大家會討論說 電動車是不是有藍海 有紅海 對不對 老闆哥那你知道現在中國是什麼海嗎 邪海 一片邪海 全部價格佔 人家是跳樓搭拍賣 他不是他是殺到破盤再破盤 所以你說任何的產業 現在就講了任何的產業 只要被中國沾上邊 只要讓中國市場進來 就是一片邪海 過去的太陽能板 今天的電動車都這個樣子 對 因為他們都是什麼 拼量 拼價格 我就舉一個例子好了 現在最可怕的 就是全球市占率最高的誰 就比亞迪 比亞迪全球賣多少車 第四季就52萬台車 但是他這什麼代價 寶哥 他自己也沒賺錢嘛 打氣傷拳吧 我這些頭殼給你砍到破 我隨便舉個例子好了 他們最近出一台叫做 琴Pro 琴Pro 琴炒的那個琴 寶哥你猜猜一台車多少錢 三十五萬台幣 你這樣怎麼跟他玩啊 放錢 三十五萬台幣 三十五萬台幣 而且還不是燃油車喔 是油電混合車喔 來 各位就說 就這台嗎 對對對 你說 宇軒你不要講那個 比較最爛好好 我們講他們說 入手級是什麼 高階車款喔 寶哥聽起來很厲害對不對 它另外一台車子 你知道一台多少錢嗎 多少錢 四十幾萬塊 這高階車款 四十幾萬塊 你說這種Sava怎麼玩 你說這樣的一台車 三十萬四十萬就買到了 而且是高階車款 各位 它叫宋 它有的它是用那種古代朝代 琴是比較低階的 宋比較高階對不對 這是宋朝 宋朝 這四十萬 四十幾萬 而且它是高階車款 所以你進去就想就尊絕不凡 你看 前面那個儀錶板 包括它的整個座位 這個是防什麼的 不要騙我不知道 跟賓士內裝裡面 差不多一模模一樣樣 真的很高階啊 所以說在這個情況的狀況之下 四十萬不到五十萬 特斯拉怎麼受得了 特斯拉想說我一台車 賣給你平價車款 一百多萬夠平價了吧 結果你給我出一台電動車 然後出三四十萬塊 打到自己頭頭頭頭血流欺商權嘛 而且這個問題 你看馬斯克這句話就講 他說如果我們美國 沒有這種貿易壁壘 它所謂的貿易壁壘 就是你中國的 這個電池要來我們這邊 只要用到中國零件 通通沒有關稅減免 就是貿易壁壘啦 講白了 他說怎樣 全球任何一個人 包括中國在內 沒有任何一個人競爭對手 可以倖存 大家都會倒嘛 可是特斯拉不是電動車之王嗎 他不是電動車的王者嗎 他碰到中國都倒了 當然你從特斯拉股價看就好 各位 我是一路看著特斯拉股價 從高潮起伏 因為他中間還有拆分過 最高只能是到八百多塊 結果你看他現在多少錢 包六哥 最近的喔 Right now 一百七十五塊錢美金 跌倒是這樣子嘛 他已經被中國打到頭破血流了嘛 連馬斯克 你看他們問到說 對 蘋果原本不是跟大家一直講說 我們也要從事這種電動車的企劃嗎 他們叫Apple Car嗎 對對對 就最近突然發生一件大事情 怪事情說 沒有 我們宣布砸了一千多億美元 但是 我們放棄了 我們不願意去競爭了 寶哥你知道為什麼嗎 為什麼 你那個三十幾萬的車子一台 怎麼跟你賣啊 對不對 我蘋果的東西 所以Apple Car等於說 他現在放棄了 跟中國的電動車也有關係 中國像一個黑洞碰太陽能板 太陽能板就全球大到貨 傾銷大家都明不了聲 碰電動車之後 自己一大堆電動車的墳場 結果搞到現在全世界 特斯拉 他是宗祖國 等於說他是原本的創始國 現在被自己的這種客親給反噬了 那蘋果這是什麼 全球自霸企業富可敵國 碰到這個倒霉鬼也怎麼樣 我不要不要不要 先不要 黑洞 誰都碰不得 當然嘛 我就問 蘋果就算推出再好的車子 他們原本規劃說 我一台車至少要賣什麼 三百萬台幣左右 但我三百萬台幣 我再精良 跟那個三十幾萬的 青菜拔辣 他把直接電動車市場 整個搞垮了嘛 搞到掉價了嘛 小鵬接車的老闆叫何小鵬 他說 今年2024年 是電動車 斜海競爭的第一年 何小鵬絕對有資格講 這個為什麼 因為我跟各位報告 何小鵬就是受到比亞迪傷害 最大的苦阻之力 你知道為什麼嗎 他車廠開到現在的小鵬騎車 完全沒賺錢 從開到現在都在賠錢 賠了四十幾億人 那你說為什麼會這樣 因為他都還在研發 他說我們明年呢 預計說要推出三十幾台車款 三年規劃三十幾台 這很明顯嘛 他在做什麼 我等於以量自駕 我直接跟你斜海策略 各位 小鵬的車 對小鵬車 他走比較平價 然後當然也有高階的車款 他就說我從上到下 從超跑到最便宜的 陽春的房車 我通通都跟你推 但為什麼會這樣子 因為他很清楚 這場戰爭絕對是斜海的戰爭 未來就是比說 誰的預算多 誰的底細長 誰就可以沈下去